慈善一點通 主持黃曉霞 大家好 我是慈善一點通的主持黃曉霞 亦都是藍迪通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多年來都從事慈善機構的管理人員工作 現在就是慈善團體和中小企諮詢顧問 亦都是夢同行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其實痛症這件事真的要想想 有不舒服不愉快的感覺 亦都有點刺痛的感覺 有時候好像被針刺一樣 有時候好像被刀割一樣 那如何解救可以預防很多說法 今天請了兩位嘉賓上來 他們就是香港創科運動及福康支援中心的創辦人 郭兆明和呂威 我怕讀錯 威Sir和Edwin 多謝大家來到的分享 介紹一下你的慈善團體88 主要是做一些復康治療的工作 沒錯 我們其實成立了不久 我們很希望用這個運動員的背景 我們很了解一些運動員的創傷 成因或者預防的方法 有什麼訓練方法 可以讓他們盡快康復 或者提升他的表現 甚至傷了之後 怎樣可以繼續玩回高強度的運動 我知道你過往也有一些經驗 就是一個受傷的經驗 不如你講一下 我那個年代是比較長一點的 當時譬如 可能大家都聽過 前12年代的修復手術 當時我是一個藍球運動員 因為考試 因為學校要考試 一段時間沒有去操練 一完考試馬上去打一些公開賽 在身體最疲勞的狀態 通常傷患是在你沒有準備 以及在最疲勞的時間 搶一個籃板球的時候 踢到你的對手 踢一踢你 聽到自己的左腳 啪一聲 那個情況 其實現在想起 我自己也有一點心寒 馬上很冬 好像全世界都黑了 很害怕 聽到啪一聲 整個世界都停下來 其實有沒有黑到 沒有 你很不自然要喊 那個痛楚 因為銀帶撕裂了 喊阿倫 那是黑了 你把地下的一段時間 才會清醒 那不是真的黑了 只是心裡有寒一寒的感覺 是黑了 我想很多人有去經歷 其實有些人都咬了 暈了 很深刻的 我現在講起很久之前的事情都記得 那你現在講起 是不是有些 心有如舊 也有這種感覺 其實對運動員的心理 為什麼之後出來會有陰影 其實都是一個原因 大約幾年前 大約幾年前 你看看年紀不太大 其實都二十多年前 我還寫了三十 二十多年前 二十九 那你對你之後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有的 因為當時 還是年輕 二十多歲 很想在這個受傷之後 立刻很快 希望最快的手法 就可以重新再打球 當時的理想就是打球 Michael Jordan 那樣子 那個腦子就是想一些事情 其實那個處理方法 可能比較急進了 那立刻 他還沒消腫 就去做手術 我想如果對一些創傷 有經驗的人都知道 就是不一定要這麼快做手術 很快就是做了手術 那裏面的情況不是太好 然後康復加起來 配合的康復不是太好 其實跟著陸續是有些後遺症 那你那時候一受傷之後 不好意思 我現在這樣說 我怕你提起傷心事 那你受傷之後 第一時間你做什麼 就是叫白車還是怎樣 沒有的 因為都是等他走得回來 等自己走到 就上的士回家 休息 沒有叫白車 那其實沒有特別的事情做過 沒有的 隔一隔走回去 OKOK 因為我知道你跟著有做手術 是呀 接著就是訪尋名醫 就是找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 你打不到球 那可能最快的方法 收你回去 讓他打到球 嗯嗯嗯 但通常一人受傷 其實就未必一定會看醫生 你這樣說 似乎搭完的士回去就沒事了 那為何走去做手術 他通常會是腫幾天 然後你又走不到 又痛 那你會害怕 會不會殘廢 會不會打不到球 那你立即找醫生 哦哦哦 那你搜尋了骨科 還是什麼科 當時就找到一些最頭手術 因為你不僅是應付日常生活 走路 你要打個高強度的比賽 那那我找到最頭手術的 那做前十字印帶 當年 做了一個手術 那那叫什麼手術 我都聽過你說 不過聽完我都不記得了 那叫前十字印帶要修復的手術 哦哦哦 那然後就是很快就康復了 是不是 不是很長 因為當時的科技是沒有內規鏡的 將你的腳剖開 有兩條很長的巴痕打開之後 就在你前面的銀帶拿一條出來 收螺絲收回來斷了位置 所以那個創傷是很大的 通常三個月後才可以正式下地去走 中間可能用拐杖或者揪著 然後才可以正式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整個康復期要六個月才能發出力 半年的時間 半年的時間你都不能再打球 有嘗試但不太行 可能有點痛 之後有沒有打剛才所說的高能量 高強度 有些都是想做很多康復的訓練 又去練很多東西 然後就想出去比賽 但可能是真的下場的時候 發覺已經那個體能或者法力 已經是完全另一回事 那是大不如前還是 大不如前 有一個感覺 譬如你上一場 為何那些人這麼快 為何我好像慢鏡一樣 為何那些人好像快鏡一樣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你不夠快 是因為你的對抗性已經沒有了 即是你不夠人撞 我知道你有間教人健身復康的公司 那服務是做些什麼的 其實都是因為這件事 那時候二十多歲 沒有能力去創業 都是打工的 直到這幾年 然後開始構思一個人生下半場的職業 那我就用回我自己的經歷 或者自己的經驗 去創造一個運動復康的方法 那就是說那時候受傷之後 都很想做一個類似這樣的中心 開頭沒有的 即是都是想打球的 那一路一路覺得 其實這條路都很多東西 需要知識 或者是經驗的分享 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那中間有沒有過程 都做過類似的工作 還是其實你都不是做這些工作的 之前 沒有的 因為我經常去見醫生 見得骨醫多 麻利治療多 然後去健身又做得多 都是不停地去做這些經歷 我自己都有經驗 因為我做完手術之後 然後第一件事 我真的去做健身 不是特別喜歡做健身 只是原來我的手腳 其實完全沒有力 我可以用一坨東西 用我自己 然後就強化手腳 不過就很害怕跌倒 因為覺得無力之餘 很害怕後面不夠位 經常坐的時候 覺得眼睛有些位置 好像會跌下去 那都是因為PT 健身教練幫助我的 我後來強化了筋骨 令自己可以繼續做其他的運動 真的很好 因為我覺得病人或想復原的人 真的需要一些人去鼓勵他的信心 剛才我也跟你說 如果不是 一坨東西就可能一輩子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講一下 怎樣可以 在病人救助的過程 有沒有運動 又可以教大家 其實過程究竟是怎樣 一會兒回來 第二節的慈善1點通